紫云罗 佛林花 望幽草 三株树 麒麟雕之草 凤凰弦丹桂 笔鸟双飞 昆蓬镇翅九万里 西尘 碎金变洒 月上 冷银寒光 太成功 四十俱备 亦受真情 百艳土方 亭台楼阁 无所不有 无所不美 无所不齐 于时间万万年之长河 无时不变 却又无时不同 紫衣尊神 覆着手 立于宣窗前 眼见这月沉日生 已有十几个轮回 殿外又响起那个熟悉的脚步声 她的目光从手中的那只凤雨花簪上挪了挪 将簪子收回到袖子中 今日 小九可有转醒 哲言还没有站立 便问道 一向清风朗月的眉眼竟然有些颓然 她略微沉着头 沉重地摇了摇 自七月十五 她将它从那雪峰林中带回来 已经过了快两旬的光景 但是她总是在沉睡 偶尔有些梦意 却是一直未曾清醒过 哲言每隔个两日就来看看 却也没有什么说法 只是说 可能原神恢复需要些时任 整个白家的人又急又悔 来来回回好些人来探望凤九 只是碍于帝君的面子 不能直接带了凤九回去 但是心中也是颇有谓辞 直到哲言说了 帝君的太成功灵气汇聚 又有帝成全的加持 的确是要比清秋好一些 这才安抚了清秋一众 可是在于她看来 她想留着她便留着她 无需与他人说理由 也没有谁有资格智慧 更何况 以前的那些疏忽以及过失 也足以说明她留在她身边是最好的选择 之前还因为诛心之节的事情 想要远离着她 让她好过一些 但是现在看来 这诛心之节虽然是刺刺诛心 时时催人 但是却是她求之不得 她下意识地去抚摸腰间的那块她亲手做的清新玉 却是扑了个空 对了 至于 现在却是在白寿那处 这次劫难 那邻居是用了自己的信令去救了久的 这已经是第二次她出手相救了 却不说这救命的情谊 就哪怕是这凡间的数日相处 她也是有些联系这个小姑娘 更何况 她与白寿自凡间以来的朦胧情愫 她也是看在眼中 那日白寿将那小姑娘搂于怀中 那些圣义派的叫众 在她的怒吼中 蹊跷流血 百以复古而死 她背毫了数日 直至血风铃至内死 飞鸟亡 连那枫树也成大片的枯萎 其中的情感 帝君以前也许不懂 但是如今却是懂得 她并不是一个草间人命的人 也没有什么贵贱之分的狭隘之见 她也明白 久而对这个小姑娘的情谊 她自然是要费尽心力去救她 就当众人以为白寿要灭了整片血风铃 甚至会失控毁了九离国的时候 帝君的一句话 方才制止了这一切 我来试试 然而 她能做的也不多 她只能将自己腰间的那块清心玉给了白寿 这块玉本就有凝聚心神的作用 又加上有她的心头血的加持 寒养元神却是好不过的 幸好 白寿从凡间带回了邻君的本体 又加上用玉镜瓶养着 只可惜本体已烧焦大半 无法再成形 但是里面幸好还留着邻君原始的元神 她又耗费了进一城的法力 将邻君的原始元神提萃到这清心玉中 这才勉勉强强保住了邻君的一魂一魄 至于她何时醒 何时能成人行 何时才能与他们相见 这个就无人能知晓了 也只能有时间来回答了吧 她叹了口气 这些日子的光景的确有些不如意 她原本想等她醒来 再去做一些事情 如今看来 她等不得了 近日来她偶尔会有些气节 怕是那日强硬分离一魂一魄 伤了根源 又耗费了一城的法力 若是再出现异动 恐怕就更难掌握了 前两日 太子叶华身边的天书新君来报 说是这些日子落水河边也开始动荡起来 恐怕这冬黄中也不得安生 看来 那阴阳两一灯的问题 亟待解决 是等不得了 她心中思来想去 双眸却是一直盯着帘幕后 正在给凤九把麦的哲言 不多久 便听见南海珍珠串成的帘子 被掀动起的哗啦啦的声音 哲言倾着步子走过来 而恋容上却有些疑惑 可是有什么问题 她未等哲言走近一些 便有些急迫的询问 哲言并未回答她的话 反而快了几步走近她 不由分说左手抓住帝君的右手腕抬起 右手中指使指搭在她的脉搏上 好起脉来 帝君意识不察 想抽回手 但是略微动了动 却做了罢 帝君 这句话 当我问你才是 哲言的语气罕见得有些冲 虽然哲言与帝君可以算是一起长大的 还有同窗 同袍的情谊 但是帝君这人 一贯性子冷得很 不愿意与人多说 和谁都是离着距离 这个性子 以哲言的性子是有些触不来 因此两人也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只是这么多年的相处 自然是有着份他人难以比拟的情感 无妨 帝君撤开了手腕 将衣袖往下拉了拉 微微咳嗽了声 稍稍转了转身 你真的当自己还是一块石头 雪峰林那夜 你分裂了一魂 一破给小九 为他守住原神 那是不得已之下才想的下策 要不是我今天不放心 有查看了一次小九的原神 真没有想到 这么多天过去 你还不收回那一魂一破 你是想要拿自己原神来赌吗 就算你的修为天力之间无人可及 但是这一魂一破去了 岂是小事 更何况你又耗费了法力给邻居续命 赐格还不放心小九 日日离他这么近 天天还要受着诛心之劫 如今犹如风竹残年 你是要将自己的心血都耗光 你倒是有更好的法则 说来听听 帝君抬起头 瞥了他一眼 有些嫌弃地说了句 就算你那一魂一破可以替小九 免除那诛心之劫的连带之苦 但是他若是知道 如何能愿意 那就不要让他知道 帝君的目光带着些冷意 似乎在无声的警告 原来 那日过后 原本应该收回一魂一破的帝君却发现 自己的这一魂一破在凤九原神内 竟然是可以替他承受连带的诛心之劫的痛苦的 他知道此法 自然是不愿意再收回这一魂一破 就算自己的失心之痛又加重了些 他也甘之若疑 你 折言哼了一声 自知是说不过他 又是担心 又是气愤地说着狠话 你们这些个人 每每用心良苦的话却是听不进去 一到了触及本源了 又火急火燎地来找我 我这是闲得慌 才懒你们这档子事情 你 且看着吧 帝君 折言甚至连告辞都懒得说 抬腿就往外走 大不留心地走出了三四步 又停下来回过头丢了句话 原本这两日 他就应该醒了 那时候你这诛心之劫 恐怕更难受 你还是放他回青秋吧 不敢烦劳上神操心 慢走不送 帝君伴坐在床头 伸手提凤酒 噎了噎云被 倒是头也不抬 就将话给折言噎了回去 折言捏了他一眼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一甩衣袖 大步走了出去 其实 他心中有些隐隐约约的猜测 他睡了这么久未醒来 但是机体并未有伤 而且原神也在修复 那他的沉睡 就有另一个可能 想到这里 他心中也有些欣喜 这只小狐狸啊 这次算不算因祸得福了呢 帝君信无旁骛地看着他 他的一头青丝 就散在那石箱 幻花软枕上 凸得秘秘的 偶尔有些不安的移动 将纳秀软的发弄得有些蓬松 却是更加硬衬着 郁润般的小脸 富如宁枝 越发的白皙 他这些日子 虽然没有醒 但脸色却是比以前要好了些 两三也现出些粉色 唇色也影着些樱花色的珠光 他的唇形 秀美又小巧 总是影着他的目光 他不得不微微扭转过头 那猴头却是不由自主地动了动 他见着他 见着他好 就觉得心中很是安稳 如清波饭粥 如饼竹夜游 如赌书泼茶 于他看来 一切就应该如此 就应与他一起 似乎从他有神识以来 便是一直如此 没有任何习惯的过程 也没有任何需要去找的缘由 就这样的一个人 让他如何不想他 对 一切就应该如此 他无意识地侧了侧身子 一只手压住了那身子 扶瘦绵长云紧被� 耗腕从粉色的寝衣中露出来 玉纸鲜鲜 甲盖粉粉的 他忍不住 伸手将这柔衣 拢握在手中 有些微微凉 他簇着眉 是青被太薄了 还是要在这床榻边挂个火龙珠 只是这火龙珠子火气大了些 丛林 他稍稍提高了音量 帝君 那蓝衣身影瞬间便出现在店门边 毕恭毕敬地弯着腰作衣 且去把阳帝山的暖阳玉拿来 还有去把窗边的嵌罗沙杖 换了厚重挡风一些的来 丛林微微抬了抬头 望见帝君正两手将小弟姬的手 拢在手心中 轻微地搓动 便明白了 心里也有些自责 没有注意到 因此 达了声势 便急忙去了 之前 帝君耗费精力 帮邻君附身入狱那几日 清秋小弟姬 神魂不稳 一直昏睡不醒 伺候他的都是一些 宫中的老嬷嬷和巧手的宫额 可是 帝君终究是不放心 几乎日日就陪在那小弟姬床踏边 哪怕这几日冬黄中不稳 每日的奏折雪花片似的飞来 他也是在他的隔间 设了个书房 每过一个时辰便来看看 每次来 他总是将这些人并退得远远的 自己亲自来照看 等重林再次来的时候 看见眼前之景 尾时有些讶异 这一向清冷不尽人情的帝君 竟然一手指着小弟姬的手 另一手拿着错刀 迎着光 再帮他理着指甲 口中还轻声地念叨 你说要涂粉色的单扣 只是这粉色多着了 浅粉 桃粉 腌脂粉 玫瑰粉 等你起来 我们慢慢挑着 可好 重林低着头 将那暖阳玉 送至床榻旁的矮榻上 然后便悄无声息地退出去 敲眼上的电门 一阵风带着些 飘落的佛林花浅犬 他握着暖阳玉 握着他的手 就这么凝视着他 脑海中盘旋着 要去解决的事 有些出神 不知道何时 一片淡紫色的花瓣 随着风雨里地 飘到他们身边 轻盈地 如同一只小巧的蝴蝶 停留在他的唇边 他双手合握着他的手 盯着看了很久 觉得很美 仿佛有只无形的手 再轻轻拉着他的衣巾 让他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 原本想帮他 吹开那片花瓣 却是忍不住将身子扶得更低 他的银发倾泻在 他那石箱幻花软枕上 与他的青丝纠缠着 却是分外的撩人 他略微展开的唇 吐气如蓝 他原本只是想 蜻蜓点水般地触碰一下 可他的桃花瓣般的唇啊 他的唇妈撒着他的唇 轻轻地 柔柔地 他忍着想要功成略齿的想法 只是擒着他柔软的唇 小心翼翼 却又是那么的温柔浅犬 他忍了这么多天 依旧是没有忍住 既然已经破了功 那就自欺欺人的 再多些时候吧 他就是这么想的 他的唇齿之间甜蜜又芳香 他却是被禁锢的风耳底儿 他垂着眼帘 沉迷 却又不敢往深处去探寻 他竟然有些挣扎 想要抽离 却又不舍分离 心中的剧痛 让他无奈又不舍 他自制地想挺起腰来 分开些 却是突然他的唇间 有些如湿的温凉 他猛然睁开眼 那双秋水剪铜 亮亮的双眸 黑黑的桶子里 满满的都是他 那软软的如湿的 便是他的丁香小舌 他忽然觉得有些热 被上升了秘密的汗 他匆忙地直起身子 双手不由地松开他的手 那暖洋玉滑到矮榻上 发出一声闷响 帝君 那声音弯了几道弯 把他的心喊得百转千回 他陡然直起身 侧着身子 不自然地咳嗽着 平素冷静自持的模样 现今却有些些拘谨 虽然面上沉浸如水 只是那耳阔泛着泄洪 嗨嗨 他一边倾壳 一边直起身子 弯腰去捡那块暖洋玉 别走 他的声音带着前犬 以及些许的委屈 他的衣袖猛然紧了紧 一只玉斑小手 抓着他的衣袖不放开 乖 我只是 要去给你拿盏茶来 他拾取了那玉 伸出一只 手指点了点 他那攥着紧紧的小手的手背 带到他松开手 又小心地将玉塞到他的手中 他的笑容如暖洋能够破冰 望着他 心里如春花绽放 他脸上一热 微微偏过头去 双颊桃花云漫天 手也松了 将那紫色暗纹 似合如意连云图案的衣袖 从自己的指尖一点点滑出去 手中空空如也 他转过脸来看着他 举步 抬手 落袖 轻手 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举止 无疑不雅 无疑不美 还能这样看着他 真好 他当时被那吃油的魂魄 站着的时候 虽然是不能言语 也不能动作 但是心中却是明白的 当时在那大阵之中 实在是危险的很 他并不熟悉吃油 却是知道他身为兵主 虽对族人极好 却有誓杀之名 当时 他就想着 若是他们要拿他来要挟帝君 那是万万不可的 他纵然是万般不舍 可帝君于他而言 远远胜于性命 那时候 他甚至有了要宁可 玉碎不能瓦全的心 如今却能安然无恙地 看着他 怎么不是一种幸运 来 先润润嗓子 等会让他们 给你准备点粥 有什么想吃的 他极为熟忍的右手 端着点西桥 左手从他的颈下穿过 揽着他的肩膀 将他半推坐起来 自己坐在他的身后 让他靠在自己的怀中 左手轻握着他的手腕 轻柔地拿捏着 这边将那点西桥 送到他的唇边 略微地倾斜 让他浅浅地喝着 如同在凡间 他哄着他的模样 凤九听话的小口拧着 清甜的泉水 滑过口中 浸入心皮 极为舒爽 他的背后 欲贴着他的前胸 他的身体 着实与他不同 有些硬 如同包裹着 天鹅绒布的青铜 他坚实的胸膛下面 心跳得那么有力 甚至兜震得 他的后背有些颤抖 一想到这些 他忽然有些羞难 一下子呛了一口水 咳了起来 他忙放下手中的点西桥 轻拍起他的后背 一下 一下 那么温柔 那么舒缓 他忍不住 转过身来 牢牢地抱住他 他的双手 缓着他的脖子 贴着他的胸膛 帝君 他听了见自己的声音 是多么地柔和 听上去 是尽是一些撒娇的意味 他的心冷 然露了一拍 他软软的身子 小小的身子 完完整整地 在他的怀中 他柔软地贴着自己 毛茸茸的小脑袋 在他的怀中蹭了蹭 手指甚至划过 他的后颈 引起一阵战力 他的心搅动式的疼痛 他垂下眼看他的表情 并没有什么忍耐的表情 心中定了 也用了劲地回报他 却又推开他 他面色陡然失落了 他却是伸手捞起 被撂在一边的云锦被褥 将他结结实实地包在其中 再用力地收在怀中 他低头望着自己 像是一只蝉蛹一样地被包裹 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他的下巴 在他毛茸茸的发顶上 狠狠地磨了两把 惹得他笑出声来 两人像是笑着 却都不说什么话 只是他在他怀中 他拢着他 安安静静 一直到店外的公鹅提醒用膳 两人才如梦方醒一般地分开 不知为何 都有些不敢直视对方的双眸 公鹅们摆上来的菜式并不多 看来都是都是一些清淡口的 甘松淮山粥 三甜口的姜拌藕 清炒素虾仁 上汤盖兰 银丝卷 帝君让公鹅台上一张小桌放在床榻上 将这几样小菜点心放在小桌上 便平退了左右 毕竟睡了很久 凤九见了这一桌子清淡口的 也感觉鸡肠碌碌 他扭动了这身子 想从裹着的被子中抽出手来 却是被帝君一记眼神阻止了 他说别动 我来 他无比细心地为他搅动还有些烫的粥 为他夹着藕片 为他吃那银丝小卷 他能捕捉到他美到目光 适时为他想要的菜肴 当他唇边有点心的细碎时 他温柔地用拇指为他擦去 当他嘟着嘴说吃得太清淡的时候 他会哄着他 一连答应了之后大半个月的食谱 当他故作生气要他也吃一些的时候 他会就着为他的条羹喝上一些粥 咬着他吃了一半的银丝卷 当他用完了扇 他又仔仔细细地替他静面 梳理头发 待一切弄清爽 他又一次将他环抱在怀中 他靠着他 从对入中抽出左手 抚摸着他的脸颊 他的手终于不再冰凉 带着暖暖的温柔 他抬起头 看向他 嘴角上扬地笑着 双眸如一红清水 长长的雨节不安地扑上了几下 在看向他的时候 却是忽然是一片烟雨蒙蒙 帝君 你这样忍着 不疼吗 他说出这话的时候 尾仪已经带着些哭腔 而两颗泪珠不堪重负似的夺况而出 你 帝君眼中闪过些不安 你不告诉我 我难道就不知道了 他直起身子 身上的被褥往下掉了掉 他叹了口气 拿起床踏脚头的一件灵雕织紧的披风 给他仔细地围上 东华 凤九跪在床上 努力地挺直着身子 想要比他高一些 他尽力搂着他的肩膀 想用自己的怀抱去还住他 他不停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东华 东华 嗯 你那么疼 我好舍不得 他的手贴在他胸口的位置 他的心跳得特别地厉害 咚 咚咚 咚咚咚咚 不疼 他的右手握住他的手 轻轻地说 怎么会不疼 这些时日 我其实一直都知道的 你们说的话 他吸着鼻子 声音娇憨无比 都能听见的 帝君听到这 倒是很意外 看来是瞒不住了 嗯 都听到的 你休想骗我 他故意拧巴着小脸 稍稍离开他一些 身子矮赖 坐到床上去 大眼睛呼闪呼闪的 长长的睫毛也扑隆隆的 看得他心里有些痒 他抬起手 拇指和食指 抹撒他细腻的下巴 那嫩滑的肤质 就算是最柔软的云段 也不及一二 因为他指尖的压迫 他的脸浅浅的扬起 弹口微微地张着 桃花瓣般的唇色 上唇中间 微微凸起的唇珠 极为诱人 那唇线真的很美 他的拇指往上移了几分 轻轻地抚弄着他的唇 他愣愣地望着他 把刚刚正想要说的话 全部都吞了下去 目光浅浅 脚乱一池春水 他忍不住低下头和上眼 想要去吻上他的唇 但他唇上的触觉 让他不得不睁开眼 那小狐狸竟然用手 被盖住了自己的唇 一边含混地说着 不许亲 他竟然被拒绝了 他东华子府邵阳君 东华帝君 竟然被拒绝了 虚语之间 他有点发愣 那只是一瞬而已 下一秒 他直接就稳在了他的手心上 他的手心还留着 刚刚禁手时候的一些 佛林花清香 他的唇就这样贴在他的手心上 轻柔地如同一根白羽毛 在他的手心滑着 他温热地吐吸 让他的手心更是有些痒 他的眼中全是他 他的眼中带着些许细血 他悄悄地抓住他 盖住唇的那只手的腕 只是轻轻地一拉 他的唇就完美地被他含住 他的唇微凉 带着一股子 干净而清新的甘草味道 似乎是在惩罚他刚刚的举动 他的唇有些用力地吸吮起来 闭眼 他不知不觉地闭上眼 不自觉地被他引领着陷入甜蜜之中 他的吻又变得很轻柔 就犹如一片随风而起的佛林花的花瓣 顺风而飘 落入到溪水之中 却没有惊起太多的涟漪 慢慢地 他在他的唇齿间辗转着 让他的唇齿之中 尽是他的气息 多久了 多久没有好好地在一起 他的脑海里 您知道不应该如此 但是却又是无比地欢欣雀悦 他应该推举的手 却是一顺地攀上他的肩头 此时 他只知道 他如此地被重视 被爱着 他暂时忘了一切 只是慢慢地沉溺其中 他的吻是如此地缠绵 全然没有他平日的清冷与孤傲 只是这温柔之中 却又那么让人无法拒绝 他在他的唇齿间辗转不息 他被吻得有些喘不过来气 失神之间 他趁机深入他的口中 霸道地要吞噬他所有 他不让他退却 缠着他一起 浅犬不息 凤九 顺时感觉自己 像是被点燃了一般 浑身上下的血液 都有些沸腾 他有些担心起来 他听得见他胸中 那如雷的心跳 他的双臂锁着他 也不由自主地重了起来 他轻轻地阴明出声 双手也开始推举他的前胸 很久之后 他才放开他的唇 把他揽在胸前 一时时间静止 空荡荡的电钟 静得能听见两人激烈的心跳 他地不可闻地抱怨 你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 是的 在凡间的时候 他总是喜欢这么亲吻他 亲得他头晕脑胀 吻得他七魂八素 然后他看着他满脸红霞 不能自持的样子 就会笑 如同现在一样 他的胸口因笑声而轻轻震动 他点着他的额尖的凤语花问 说 为什么要推开我 你一旦情动 不是更疼吗 听到问话 他不由自主地 想要往后撤一撤 却不料被他更用尽地锁在怀中 不准 他锁住他的身子 甚至将下巴搁在他的发顶上 不让他半点都无法动弹 你不疼惜自己 我会生气 他在他的怀中抗议 疼惜 疼惜 只是比起诸心之结 不能抱着你 我会更痛 他的声音很低沉 好似从心底慢慢升上来的 那瞬间 他感觉自己的心被猛地击中 万般的情绪酝酿了无数的话语 却都被堵在嗓子眼中 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只能用尽力气去拥抱他 想要嵌入他的身体 感受到怀中的人儿的依恋 他的薄唇微微的上翘 他其实并不是说出甜言蜜语来哄他 他心中清楚 这数十万年来 于天地之间 于万物之中 他是尊神 他是天地共主 他至高无上 且放眼这天地之间 都是要依托于他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让他来依靠 而刚刚这只小狐狸 直起身子 努力想要搂住他的模样 他明白 他不是要他抱他 而是想要抱他 想要保护他 想要让他依靠 小狐狸呀 如果不曾遇见过你 我本不知道何为孤独 只是 如今 遇见了你 才明白 真正的诛心之节是孤独 你知道吗 原来 幸福如此简单 一个亲吻 一个拥抱 一句贴心的话 甚至有时就是无言的相识 很长一段时间 帝君就是坐在床榻上 将他拢在怀中 一句话也没有说 可从对方的眼中 总是读出了太多的话语 凤九他明白 他有多喜欢他 有多爱他 这些天他虽然不能动 目不能视 但是他听得见 听到他无人的时候 和他说的那些庸庸私语 听到哲言对他的抱怨 与无奈 听到他的坚持 他知道 凌军为了保住他的原神 而牺牲了自己 难过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无论是在凡间 还是在青秋 那个孩子 总是笑一饮的 好像一副什么都不是 那么在意的样子 其实 不是吧 从凡间的时候 那孩子的不告而别 他就感觉 其实那孩子在乎 太在乎 所以才害怕告别时候的伤感 才会选择只留下一封信 不和任何人打一声招呼 就告别 如今 他因为在乎 在乎自己这个朋友 又丢了信念 他拍着他的后背 没有阻止他的哭泣 将他纳入怀中 如同哄着一个吵闹的孩子 如今 白兽 就是月影 嗯 也就是后来去青秋 陪你的小老虎 现在他守着他 他为原神留存在 你给我的那块玉上 会有相见的一天的 众生剁三图 皆不出因果之外 夜有三报 一现报 现作善恶之报 现受苦乐之报 二生报 或前生作业今生报 或今生作业来生报 三速报 眼前作业 目下受报 我们神仙本就没有什么生生世世 所以 所作所为 必有后果 就拿你自己说 你因为这次的涅槃之花 受了诸多的苦楚 此为苦 但也因此飞升上仙 此为乐 可见因果循环 便可见之 何况 邻君虽承受母神的神血 但毕竟依旧是伴妖之身 此次原神重修 可修成仙 也不一定 帝君向来不是一个多话的人 能一个字说的 绝不会是两个字 可是不知道为何 在他面前 他总是不吝啬言辞 此时 他只希望 能多解释一些 多宽慰一些 他便会好过一些 毕竟对于这只 也不过三万多岁的小狐狸 生死的问题 还是惨烈了一些 有时候 他也有些矛盾 他既想他百事无忧 纯心安乐 又明知 只要与他一起 必然是要尝尽心酸 面对死生 毕竟 他不是一般的神仙 站在他的身边 也是高处不胜寒 他自幼心风血雨 成长于刀光剑影之中 这些于他而言 只能算是一种经历 但是他不同 他出生于安宁之时 自幼有亲近相照 若是长此以往 见到的事故太多 遇见得残酷越甚 他会不会觉得累 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厌倦 他觉得有些担心 头一次产生了些 不自信的念头 虽然只是转瞬即逝 但是依旧在心底 留下些细微的划痕 些许是久睡出行 身子还有些孱弱 他卷了卷被褥 调整了下姿势 东华和我说说 我的那位姑祖母 还有那个 一直追灵君不放的 腰后 好不好 听到他又一次 换他东华 他的心又是刺痛 又柔软 这让他想起那次 他吃了失魂果后的情景 从那时候开始 就不一样了吧 他是多么喜欢他 这样喊他 与所有人都不一样 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呼 以他的身份 众仙哪怕是天君 三清 也都尊称帝君 年少时候 大多人也都称呼 他为少阳君 反倒是他的名字 真的很少有人喊起 东华诞生于东方之华泽 这个名字 在他的口中 没有什么尊贵 也没有什么威严 只有浓浓的依恋 与深深的情意 他喜欢 他这么换他 好 他坐在床榻上 而他蜷缩在被褥中 找个舒服的姿势 趴在他的膝头 一如曾经灵虎的模样 他修长的指尖 穿梭在他乌黑的绣发之中 将一个个曾经的过往 说成一个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此时 他的声音 低沉又温柔 带着慈性与平日的清冷截然不同 让人着迷 令人无法抗拒地想要靠近 他的声音 犹如被暖阳照耀着的湖水 波光灵灵 无需靠近 就能感觉到那暖阳阳的温存 孤祖母因为爷爷设陷阱 设计了九历族组长 所以就以身殉咒 诅咒了我们整个百家 不错 他的玉智般的手指 在他额间的凤语上徘徊 那我之所以能出生 是因为妖后要借白家的血脉 来复活吃油 那我出生 岂不是一个阴谋吗 凤九的语气 听上去很是颓然 的确 谁会愿意自己生命的背面 有个巨大的阴谋呢 当然不是 他掰直他的身子 让他注视自己的双眸 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你就是你 独一无二 他看得见他眼中的自己 溢溢发光 如同西式珍宝 东华 不要想那些了 在我看来 你额间的这花很美 我从第一眼看到 就挪不开眼 他的手指一点点描绘着 他额间的花 嗯 虽然听到这些 心里的确有点难过 但是想想他们 倒是觉得我自己这些不算什么了 他垂下头去 望着自己盈盈的手指甲 有些发呆 哦 他趁机靠近了一些 又一次将他揽入怀中 刚刚听了你说 我就想 若是我是孤祖母 我是内妖后 我会怎么做呢 孤祖母爱吃油至深 以他为命 而爱人至死 却又又有家族的因故 孤祖母会有多难过呀 虽然他诅咒白家 过于决绝 但是我想他其实最想诅咒 最想报复的 最想毁灭的 应该是他自己吧 所以他才选择 散尽七魂六魄 哎 他真是个可怜的人 不过 那吃油 愿意为了孤祖母放弃轮回 这算是碎了他的心意 吃油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用他谨慎的灵力 化解了白鸡的血皱 无论他的出发点 为何 是为了替白鸡赎罪 或者是想保住他的族人 但我都要领他的请 因为能化解那血皱的 有而且只有他 帝君把玩着他的绣发 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的道 嗯 而那妖后 为了复活吃油 放弃了三叔 也放弃了妖君 这一辈子 就只为这一件事情而活 那他存在的意义 也正是太可悲了 但是对于他的责任来说 这又是应当的 如果是我 也许是做不到这个份上的 只是我想 也许换作是我处于他们的位置 也会为难 也会痛苦 绝望 他的声音慢慢地低了下去 似乎回忆了些什么 东华 东华 你若是他们 你会如何做呢 他从他的怀中 直起了身子 你不是他们 我也不是吃油或计蒙 我断不会让事情走到这一步 所以我们无需假设 当然 吃油用蛮力而疏于情理 白皙重情 却又缺少坚持 而那计蒙友情 却自我蒙蔽 他们 当初 从凡间归位 为了让他不受牵连 他推也推了 聚也聚了 做了鼎鼎无奈又窝囊的事 结果却是害得他被人构陷 断为 他的第一次那么后悔 他自然不会再来一次 永远不会 他无比的坚定 更无比的确信 能保护他的 只有他 能让他幸福的 也只有他 凤九 还沉浸在那两段悲剧的感情中 并没有及时捕捉到他情绪的变化 嗯 我明白 只是经历了这些 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以前的时候 你总是躲着我 推开我 我就会很痛苦 我记得 我三叔问过我 如果这一段感情 我爱到最后 却没有办法与你相守 我会嫁与他人吗 他听着他的这段话 眉头却是狠狠地皱了起来 嫁与他人 亏白家那三小子 问得出口 他自己遇见这等事 处理得不清楚 倒是变招法地来问小狐狸 若不是看在他是白家人的份上 就他这引着小狐狸 另谋他就这一点 就够他死伤几百回的 嫁给他人 不要说是真的 就哪怕是想想 也让他血液中的是沙沸腾起来 他的眼睛眯眯着 成一条缝 藏匿着些立光 那却是如何回答的 他的语气倒是和缓得很 凤九微微撇了撇嘴巴 我自然是回答不会 因为心里爱着一人 怎么会想着嫁给别人 那不是要更多人痛苦吗 现在想来 三叔当时是有感而发的吧 但是那个时候 他抬了抬头 看了他一眼 你对我实在是冷漠得很 那个时候我难过得要命 整个心都是苦的 既怕你气我在凡间的时候 负了你 又怕你真的 当那是妒劫 那一切只是一场梦 所以当时的我就想 如果两个人相爱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不在一起 只是因为不够爱吧 不在一起 只是因为不够爱 他是觉得他不够爱他吗 是啊 他对他 尾时也算不得好 他的双眸暗了暗 却是更用力地抱紧他 但是 但是 我如今不这么想了 东华 他用着力气仰着头 要去看他 那你现在怎么想的 他眼中都是笑意 一手拨弄着脚边的缝西灵 一边说道 现在我既然知道你的心意 自然不会再有那样的想法 我还记得当时日诸心 痛得要命 但是知道是因为那缝西灵 可以让我与你共同承担 朱新节的时候 你不知道 我有多欣喜 每痛一次 就知道你想着我一次 我甚至会期盼着那痛 他的脸旁 凉着笑意 犹如和煦的羊 融化他坚硬的心的羊 有时 我会想 如果 那朱新之节 必得你断情才能戒 我当如何 帝君开口 想要说什么 却被凤九摇着头止住了 他沉默了 却见他抬眼笑 继续说道 我以为我会犹豫 但只是设想了下 便觉得 你忘了 我也没有什么 不 东华 你听我说完 他的首辅在他的心头 如果只剩这条路了 证明你也没其他法子了 我又怎能让你 因为这段情而应结 东华 要明白没有什么 比你更重要 这包含我们俩的感情 任何事 在你的安危面前 都不值一提 更何况 你不记得 但我还记得 我生一日 就记得一日 只要我记得 就很好 有我在 不会的 他心疼地亲吻着 他的额间的凤雨花 他眼中满是自责不舍愧疚 凤九本想开口说什么 却一时之间 说不出来 他想 他现在就算是说了 他也未必会答应 今日也算是 与他谈录了心意 过两日 再与他谈论 这一魂一魄的事情 也不迟 徐徐徒之 唉 小狐狸 为什么你的哀 总是这么不留余地 他的吻依旧缠绵 我愿意 而你又何尝不是 他轻轻地闭上眼 他说得很缓很慢 脸上带着笑 那言语似乎从遥远的 上古洪荒时期 带着时光的尘埃 向他席卷而来 那一刹那 他好像看到了 自己临时化身 瞬间的朝阳 那是一种生的希望 如今 看着他 他心中安定如私 终于 终于跨过这上万万年的河流 遇见了他 他从没有对什么 有过执着的情感 毕竟他想要什么 都那么的理所当然 如今 他唯一愿意成为归属的 是他 唯一希望能拥有的 也是他 他 他的小狐狸 他的酒 毕竟他还只是一只小狐狸 又是原神刚刚复苏 在他的怀中晃着晃着 在他低沉的声音中 又静静地睡了 他的呼吸 轻柔又绵长 他抱着他的一只手 睡得像个孩子 他的另一只手 在他的肩胛骨那拍着 待他真正地睡沉了 他才小心翼翼地抽出手来 给他掩好了被子 放轻了脚步 走出室安殿 一旁早已经等待的 重林与私命 上前了几步 待到两人行完礼后 帝君先是交代了重林几句 重林承诺 匆匆退下 而私命则是接着禀报 小仙已经去通知过 清秋众人与折颜上神 小殿下已经清醒 他们都放下心来 说是明日来太成功探望小殿下 私命是个聪明人 自然不会帮白衣上 神问那个容易 触怒尊神的那个问题 不知我们家凤九何时 可以回得清秋 嗯 另外 近日若水河叛天雷阵阵 洪水滔天 太子殿下在下凡历劫之前 就交代了天书星军派天兵守在若水河畔 去那边的消息 看来是东黄中有了异动 帝君掐着纸 心里没算 那太子殿下 为何不 司令也知道此事严重 不禁问道 叶华既然不说 也应该有他的道理 罢了 本帝君还是亲自走一趟 才能安心 帝君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士安殿 转身对一直守在殿门的天玄二人 叮嘱了两句 便与私命匆匆往洛水河方向而去 且说这帝君赶去洛水河畔之时 哲言同白浅却是来了一十三天的太成功 看来清求众人还是有些对太成功有些避讳 哲言是来查看凤九的身体 虽然是醒了 但是帝君还是怕会不会有损伤 因此请了他来 而白浅速来与凤九亲近 前来探望也是常理 凤九在沉着脸的哲言摆弄来摆弄去 折腾了半想后 终于见到哲言一个放松的表情 你这次是因祸得福 虽然受了老大的罪 但是竟然机缘巧合 飞升了上仙 能这般飞升上仙的 你这也是四海八荒头一个了 凤九听了 低着头 手微微遮住嘴巴 有些痴痴的笑 的确经过这些 哪怕是还有这诛心之结 他也觉得自己是个鼎鼎幸运的人 白浅望着凤九笑得傻傻的 竟也有些发呆 小九 有件事情 我觉得你应当明白 你知道阴阳两一灯吗 哲言沉默了一阵子 还是开了口 话说 红军老祖取得天火照亮 鸿蒙 这天火便化作了阴阳两一灯 此灯内运鸿蒙之气 化作七宝妙火 它可以洗尽世间一切污浊 也可以牵引世间万物去任何地方 但凡有七情六欲之人接受克制 凡催动此灯 必有震撼天地 逆转乾坤之神力 阴阳两一灯长明 世间万灵心之神明 万事清明 若阴阳两一灯灭 天 地 人三灯 便会首当其冲随之熄灭 天地间的清明之气 也会当然无存 万灵心之之灯也不再有 那天地又会回到混沌不堪的局面 这个灯听上去好生厉害 只是你为何提起这个 洪荒战乱结束 红军老祖感念帝君心怀天下苍生 兼有九助心 断七情六欲 便将灯托付于帝君 使其人灯合一 听到这 凤九瞪那眼睛 吃惊地问 难道那灯是帝君 并不是 当初红军老祖将阴阳两一灯 托付于帝君 是因为那时候正值天下出动 这阴阳两一灯具有震撼天地 逆转乾坤之神力 红军老祖 为避免有心怀不轨之人 得到其灯 造成天下大乱 因此施法让这灯与帝君人灯合一 数十万年道也相安无事 可如今 帝君心境变了 这灯再与他绑在一处 那就真是这四海八荒 可是要有大浩劫了 近来 四海动荡不安 常有水患 也有一些妖物作祟 可是与这阴阳两一灯有关 白浅一旁听着 也觉得姿势体大 问道 如果不解决 恐怕最后更是会要了帝君的命 这怎会要了帝君的命 你 你说清楚一些 凤九一听如此严重 脸色煞白 语气顿时急了起来 这诛心之节的可怕之处 日日弯心之痛不说 更在于他一旦动了情爱之心 这阴阳两一灯 就便会鸣灭不定 要使这阴阳两一灯不灭 唯能以他的心血作燃 燃尽他的七情六欲 他所动过的情 所动过的念 便会在他心头燃着 心如焚火 啊 凤九顿时两眼直直的 瘫坐在床榻上 不过 小九你现在 也莫要过于交心 如今三清 以及佛祖都在盘缓此事 定然不会有让这天地 一切都让帝君一个人担的道理 总会有法子的 我今天之所以要告诉小九你 是因为帝君他那一魂一魄 哲言看见眼前的少女 那紧张又恍然的样子 心中明白 这两人都是痴人 他们所想的 所做的都是一样的 谁也不比谁的少 一魂一魄 你是说 但是帝君为了守住我的原魂 而奋出的一魂一魄 凤九立刻想到 当时他被赤油意识所占 帝君猎魂入其原神的事 涅槃之花的事情已经完结 那他现在为何不收回这一魂一魄 哲言听到这个问话 盯着眼前的少女摇了摇头 极为无奈地说 还用问 没想到那么个冷性子的人 一旦动起情来 真是 老凤凰 你还说笑 凤九又是急又是气 不是说笑 是真的 他之所以不收这一魂一魄 就是为了你不受诛心之劫的牵连 不受牵连 凤九如如地重复了一句 难怪自我醒来后 就没有心痛过 原来是因为帝君那一魂一魄 是 他就是因为舍不得你疼 固执地不肯收回那一魂一魄 且不说解决这个阴阳两一灯 是一件多大的事 魂魄不全 那有多危险 就光是他要替你受这痛 所受煎熬 就是双倍于往昔 啊 凤九听了这话 一双类珠子 跟断了线一般砸了下来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自从他醒来 帝君待他有多好 他与他有多亲近 他明知道他会痛 但是还是忍不住与他一起 但是 他是真的不知道 也不曾想过他会痛得那么厉害 而他面上却依旧是那么温柔 似乎不曾有半点疼意 他真是傻 真的 小九 白浅忙 拍着凤九的后背安慰 有递了个眼神给折眼 让他别说了 夜华夏凡见历劫也有些时日了 白浅虽有去看他 但是心中不知为何 总是有些隐隐约约的担忧 今日来九重天看小九 见他与东华帝君这般情路坎坷 也不知为何也想到了自己 他与夜华是否也会请海生波呢 只是 在这惋惜的同时 他又那么羡慕小九 要知道被人称作是石头般的神仙 动起情来 竟然也这般的温柔前犬 哦 探夜华也不错 他想起 夜华为他做的点点滴滴 心里稍稍安定一些 哎 一个情字扰人 他叹了口气 让侄女在自己的怀中 哭了个痛快 道路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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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